把它下载下来,直接放在python 那我们只需要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首先的话,我们会需要一个东西叫request 这个request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模拟浏览器 因为我要抓东西的话 我们刚刚不会点下去,输入那个网址 然后那个档案就下载下来了 request它的角色有点像是一个浏览器物件 也许你可以把它当成,实际是有点像一个浏览器的物件 然后它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get后面的话就是给它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就给什么了 给刚刚我们在大平台上面不是一个什么 资料存取网址 你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贴上 贴到哪里呢 贴到get后面的字串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去抓到网络资料下来 底下可能要需要多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 incoding应该各位不陌生 只是说incoding它跟那个f物件有点像 只是说f物件是读已经下载的档案 如果说你不要下载直接抓的话 那你用request request里面你必须跟它讲你的编码方式 以前我们f物件里面如果是ansi的话 那就不要输入有没有 有没有就保持空白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 request不太一样 它不管是你是微软的 或者不是微软的 那你都要加 那如果你今天假如是微软的 比如ansi刚刚看到的 那就是cp90 那如果你是google的 那你就是什么 也一样utl8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把它做print出来就可以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上面这个地方有点怪怪的 它是什么 红色 我帮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一个错误 叫module 模组 拿着fondl 找不到这个东西 no module nand 它意思是说 它在那个python的函式库里面 它找不到request的东西 跟各位讲 因为我要抓网路 这个东西等于是 在内建的模组 套件里面没有的 没有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 内建的 像sqlite3 这个内建的 那如果说将来 它不是内建的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抓取下来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步骤有点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 而且 可能要注意 有点像还是需要用到那个comment 就是doors那种模式 一请你找到像我放在第一点 然后有个python374 二的话请你找到里面有个scripts scripts这个目录里面会有一个叫pipe 主要是利用pipe这个执行程式 帮我后面加一个什么pipe install 安装什么呢 安装那个request 所以请各位到这边点一下 打一个cmd cmd的话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dose模式叫出来 给它就跳出来 那为什么直接在这边按cmd 你会发现它的好处就是 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路径 直接就放在这里了 也就目前我的路径就在这里 那你如果打什么 把那个指令叫pipe pipe 因为我们是用什么 它里面有一支程式叫pipe 去抓什么呢 抓那个python官网上面的这一些套件 实际上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python 如果你打python这个关键字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个wellcome python.org 有没有 实际上它的一些server端的就是一些套件的话 它都放在这里 叫什么 python的package index 有没有 简称叫什么pypy OK 那你把它点一下 那实际上我们主要是在这边 去抓这个至少25万5千多个这个专 其中有一个就request 所以如果你这边打个qust加s 其实它就会出现这一个 应该是这一个吧 一堆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安装的指令它会告诉 而且这边可以复制 那主要是利用这个request这个套件 里面的request模组可以帮我们去下载 只是说你要额外安装就对了 安装的方法就是先到这底下script 然后打一个pipe install 后面的话加一个request q u e s t s 如果你担心会打错的话 我建议你要不就是到这边去复制 要不就是到云端白板上面 我记得好像上面这边 我也已经把这一个打在这里 然后你怕打错 你把它按右键复制一下 一样在这边怎么样 直接 我记得好像直接按右键吧 它会直接贴上 然后你就直接enter 它就会如果你假设看到 它有下载的状态的话 那表示恭喜你 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最关键的地方 就看懂这个字就可以了 这个就等于成功安装的这个东西 那就ok了 其他部分就暂时不要理它了 因为它甚至还叫你去升级 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刚刚这边会有这个错误 对不对 目前当然还是有错 因为它不会马上 它有点好像累 一段时间 重点是我们执行它看看 如果执行ok的话 那表示说它这个 request 已经可以用了 目前它已经把我们网页上面的东西 全部抓下了 特别注意 一定要是CP950 如果你用什么 UTF8的话 1-8 执行的话 应该会乱码吧 还是不能执行 看一下 有啦 但是乱码 不过啦 其实我觉得蛮好记得 如果你乱码的话 反正呢 要不就是UTF8 要不就是CP950 如果这个不对的话 你换一个不就ok了吗 理论上 目前 各位可以看到的那个编码方式 应该目前还没有超过第三种 反正是两种就对了 OK 你就试一下 那第一个 我们已经把这个资料 从网路上捞下来了 再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 这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接下来就需要什么 把这个资料 要不就干脆先塞到资料库算了 可是这个资料的话 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第一个 几个栏位 1234 那这个第四栏 好像后面有一些空白要去掉 然后第五栏 价格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 而且他好像没有栏位名称的样子 这上面好像没有栏位名称 直接就是把资料给你的 而且最后多一个换好 那我要怎么样 把下来的东西 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OK 那安装特别水 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就先到那个什么 Python 374 那个目录 的scripts 然后上面 点一下那个路径 再输入cmd 并且输入Pype install 那个request 试试看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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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